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塔 最近丝瓜正是北美的季节 大家可以来试试这道丝瓜味虾仁 简单三次样材料 就可以做出比餐厅很要好吃的下饭菜哦! 先来处理虾子的部分 把虾头先去除掉 然后再剥去外壳 其实现在超市有处理好的虾仁 如果懒得处理的话,买冷冻虾仁就方便很多 不过虾仁我觉得还是自己处理起来 味道跟口感都会比冷冻来得好 大只的虾可以开一下背 小只的冷冻虾仁就不用再开背了 这边可以剔除一下肠泥 现在虾仁有一点脏 用一点盐跟太白粉轻轻抓揉一下 太白粉可以吸入虾仁身上的冰臭味 加一点点水进来,轻轻的抓匀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水是很脏的 把脏水倒掉,虾仁冲洗干净 像这样处理过,虾仁吃起来就会更加弹牙 洗干净后呢,虾仁跟盆子里的水要擦干 这样才不会影响调味 接着加入两小撮的盐 一小匙的糖 一小匙的白胡椒粉调味 5cc的清酒 充分的抓揉均匀 让味道吃进去 直到层底没有水水的样子 现在把处理好的虾仁放在平盘上 今天我大概准备12只左右的虾仁 像这样就可以先放到冰箱备用了 虾头的部分呢,千万不要丢掉 留下来可以熬汤哦 现在来西米煮饭 我今天准备一点糯麦,也就是洋艺仁 这个夹在饭里不仅可以增加纤维质的摄取 饭吃起来也QQ的,很好吃哦 把这些米仅仅一到两边 今天我用压力锅煮饭,注意你不需要浸泡 如果你是用电子锅煮饭的话 要先浸泡30分钟 把你测一笔的沥干水分 煮饭的时候,加入一点橄榄油 口感会更好哦 压力锅煮饭水量大约是1比1.1 电子锅烹煮的话,按照正常煮饭的行程就可以了 等待的时候,来处理丝瓜 丝瓜我今天要切成滚刀块 先剖半再剖半 然后像这样一边切一边转 切成立体不规则的样子 滚刀形状切起来,菜色会看起来更加的可口哦 接着来切一点嫩姜 先切片,再切成丝 这个份量大概15克左右 丝瓜会以虾仁,也可以加入一点金针菇进来 增加汤的丑度 把金针菇切成细小的样子 根部这里呢,可以用手拨一拨,把它们都分开来 处理好后,先放到盆子里备用 哦,现在饭已经提早煮好了 嗯,粒粒分明,很好吃的样子 这边我都准备了一点蛤蜊 增加汤的鲜味 这是我前一天吐好沙的,马上就能使用了 大概用12-15克蛤蜊来煮一点高汤 加入100cc的冷水 两大匙的清酒 盖子盖起来,开中火煮滚 如果你觉得另外煮麻烦 也可以等等跟丝瓜一起煮 好了,现在蛤蜊已经开口了 盖子打开,搖晃一下 确认一下都煮熟了 就可以先放一旁备用 现在把冰箱的虾仁取出来 可以开始来炒丝瓜了 锅子里呢,加入一点橄榄油 开中火加热 冷锅的时候就可以把姜丝放进来一道香 大概闻到香味,鸭丝滋滋作响的声音 就可以把丝瓜放进来啰 一点盐,一点胡椒调味 葱,葱姜丝拌炒均匀 这时候如果锅里有点干 可以加一点高汤进来 嗆出香味 现在把丝瓜推一边去 把虾仁统统放进来炒 虾仁很快熟,火不要太大 大概看到虾仁半身不熟的样子 就可以拿出来了 如果现在虾仁煮到全熟 等一下虾就会老掉了 现在帮这些虾仁盖上被子 温一下 锅里这边把所有的金鲜菇 通通的放进来 拌炒均匀 趁现在把蛤蜊高汤夹进来 大约100cc左右 利用这个鲜味高汤 把丝瓜跟金鲜菇煮软 我们先这样稍微的让它们煮一下 旁边把这些蛤蜊肉放回到锅里一起更煮 拌一下 正面确认一下稠度 现在差不多就可以把饭准备起来啰 好了,现在丝瓜都差不多煮透了 最后再把虾仁放回到锅里拌匀 如果你想要汤汁再稠一点 可以加一点太白粉水勾一下芡 这样汤汁就会有诱人的稠度 虾仁也可以保有水嫩的口感 像这样超级简单又美味的 丝瓜味价仁就完成啦 滑溜溜的丝瓜 搭配清爽的价仁 汤汁又带有自然酸酸的滋味 看上去整个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饭后还有这个超级好吃的抹茶奶酪 好了,看得我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叫了 那我用... 哈哈哈,虾仁好大 很弹牙的样子 把这个海鲜风味的汤汁淋在饭上 先来一口饭是一定要的啦 自己处理的虾仁好吃的程度就是不一样 还有这个当季盛产的丝瓜 鲜嫩滑溜 嗯,太好吃了 最后一点汤汁都不要放过 抹茶奶酪的做法 可以看我上一集影片的示范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